现在加入我们是资深媒体人裴帆强 裴老师是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的作者 他曾经旅居俄罗斯三年 今天要带大家进一步了解俄罗斯民众的想法 裴老师早安 早 主持人早 裴老师最近衣服很特别 听说跟乌克兰有关联 还有啊你桌上好像有一顶特别的帽子也有由来吗 现在观众朋友看到的话 是乌克兰的球队 足球队的夹克 那这边就是乌克兰的国徽 乌克兰的国徽是三叉子 那这个历史呢 可以推往前推 可以推到西元九世纪的 刘里克王朝 那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历史 就是从刘里克王朝一直开始至今 所以当前阵的普京说 乌克兰跟俄罗斯有 切不断的关系的根源 也就是从这个国徽开始 是 好听得出来啊就是裴老师呢对于乌克兰还有俄罗斯这一长段历史呢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其实裴老师曾经在俄罗斯生活过蛮长一段时间的 在俄罗斯乌克兰都有熟识的朋友 所以对当地人的想法一定的程度了解 那么请裴老师替大家说明一下就您对俄罗斯人的了解普京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普京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秩序的象征吧 因为在我去莫斯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是1998年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这块土地那那时候距离苏联瓦解才六年多的时间 那那个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整个国家是实际层层然后无政府状态 另外就是常常会有台外的金拉瑞分子对有罪人种攻击 那车程的恐怖分子也可能会出现在地铁站放炸弹 那直到1999年的时候 普京他当时是总理的身份 他跟时任的总统叶尔卿请命说 让我到车程那边去剿灭这些叛军 之后俄罗斯慢慢的恢复了秩序 叶尔卿才把大权交给普京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都在想说 这个年轻人到底可以为俄罗斯带来什么呢 没想到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恢复了整个国家的秩序 并且他的运气也很好 趁着油价天然气这些原物料大涨的时候 让俄罗斯整个国家突然富起来 成为金砖四国了 所以一开始的普京 他的名望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因为俄罗斯这个民族 他是崇拜英雄 喜欢秩序的国家 所以普京他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让整个国家变得晶晶有高 所以他可以掌权到今天 其实都是有脉络的 是 刚刚一直听到佩老师一个关键字就是秩序 不过呢 至于俄罗斯心目中俄罗斯的人们 他们是幸福这样一个秩序的吗 我认为对 尤其是对曾经经历过苏联的人民来说 他们对普京的支持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因为在苏联的时代 他们的秩序非常的好 他们治安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他们的工作就业这些都是有保障 可是当苏联解体之后 整个国家突然之间 就好像他们过去所拥有的一切 还有他们所支持的真理通通都消失了 这是对他们来说 什么自由民主啊 或是市场开放 好像都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不代表着美好的生活 所以当普京上来之后 趁着油价上涨 趁着秩序稳定 他们他的声望就是成为全民的总统 甚至俄国的女生还流传的一句话 要嫁就要嫁像普京这样的人 因为普京他不会打我 他不酗酒 他也不会离我而去 结果是从2000年到现在2022年 普京真的没有离俄罗斯而去 那对年轻的一代来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普京他毕竟已经是70岁的年纪了 那老师这个面孔对他们来说也稍微有些厌烦 那这一次如果打仗的话 那致必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股市 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这对他们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因此会有比较两极化的看法 听起来是蛮两极化的哦 因为刚刚听陈老师意思就是说 在俄罗斯女生的心目当中 普京的形象其实是蛮良好的 再我们来谈谈普京强人性格吧 他的野心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一般俄罗斯民众认同这样做法吗 我问了一些俄国的朋友 那其实我目前看来是一半一半 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这个也可以跟他们社会来做对照 因为毕竟他们已经是可以名选总统的国家了 所以难免会有人支持普京 有人反对普京 那反对普京人来说好了 大部分的是经商的 这因为一旦国家打仗 对他们立刻会造成很大影响 包括旅游业的 包括在银行上班的朋友 这些他们 等于说这个战火一开始 立竿见影的 让他们隔天的生活 就会受到打击 而且这个打击 已经是从 两千二零一四年 乌克兰危机之后 一直持续到现在 他们真的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在雪上加霜 那支持普京的朋友呢 就是对我刚刚提到的 他们对秩序 还有对国家的向 活力的向往 还有对一些英雄的崇拜 很多很多复杂因素加在一起 也是他们支持这场战争的原因 非常谢谢资深媒体人陪翻墙 陪老师带来俄罗斯民众 当地民众的想法还有解析 请记得和分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